激情燃烧的岁月 红色时代的狂潮 工业学大庆 一曲来自五十年前的铁人之歌 石油城的鲜酸过往 老工人的沧海三田 大庆风雨露 为您带来那个特殊时代下的标本再现 历史是如何练成的 1960年的冬季提前到来 这里一直吃住在井上的石油工人们 一筹摸战 数万人如何过冬 成了摆在会战队伍眼前的最大难题 然而不只是严寒 饥饿也在进一步加剧 一个大小伙子的人这鸡呢 没有肥 机会就吃不饱了 就是没两次吃没有饭吃 后来得了死个瓶 困难摆在了大会战领导人 于秋李将军面前 他的一些老战友 马明芳 宋振明等同志 都纷纷劝他先暂停油田大会战 并把学校医院等让给工人们 希望把会战队伍撤到哈尔滨 沈阳 长春等大城市过冬 暂时停止如火如荼的大会战 来年春天再继续进行 然而在听到战友们善意的劝告后 于秋李丝毫没有退意 就是无法过动嘛 这里一家四十都一种嘛 过动嘛 你怎么不能 都住在游棚里啊 你修理事 我就坐在看他坐着 谁也不认识 那些零下四十都这里一无所有 那对江军来说 五万人在这方面上 一人一只有嘛 你要盖房子 我给你讲讲 盖房子 兵法杀石 就是河龙江的兵法杀石都给你 就有一条铁楼 你怎么认识 本书里就坚定了 我不撤 不退 在一个原本没有一间房屋的荒原上 要在短时间里解决这么多人的住房 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老石油人马中波在当时领到了一把锹 一个半勺 一个管钱 他接到的任务时 就用这些工具 自己动手盖房子 每天早上就三四点钟起来 连货泥到拖完土坯 这算你到六点半 六点半你可以回家洗漱了 这一段时间属于早上回站 一二二百块土坯 就这一段时间一二百块土坯 一二百块土坯 天山又多地开心 我们也会 飞起你的行 要好轮起你的吹呀 家好木板大好壮 我把那泥土雷 跳水的船说忙 要好好是那大眼飞呀 好着唱得真天下 航上如春雷 在盖房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四个班 分两个大班 就一个班七个人嘛 也就是十三四个人 这个班 这样就分成两个大班 盖房子 盖房子 我这个人呢 是龙明出身的 盖这些活还是拿手的 完了王队长就这么严 我就领上我们那个班 去盖大轮 你走到哪 你看吧 一片是干哪的 那时候干哪的 上面那棚盖 给啥这个呢 就用油炸泥啊 把那个油炸泥 一把那搞成大铁巢子 下个烧 高火烧烧热 热了以后 就软和了 浇到房顶上 等它一凝固了 它就不露鱼了 但是你没想想到三九 到三福田以后 太阳光一晒吧 它那个清理油 它不化吗 它有时候顺着房颜 它也往下滴的油 不小心 也滴的上去 与此同时 黑龙江齐齐哈尔 某建筑单位的 王奎山接到命令 前往大庆 为油田建设地面工程 身为木工的他 主要是修建 干打垒的窗户 为了解决过冬问题 于秋里找到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欧阳钦 请求黑龙江省 支援建造 三十万平方米的 干打垒 做到人进屋 鸡进房 菜进轿 车进库 十万 没有十万 我们干的活 竟是十万 那时候来讲 很粗糙 很简单 不像现在盖个楼 外边盖完了 冬天冷 进屋里装修 那时候一个土大雷 党委书记住的 也是个 办公的时日来讲 也是土皮家专住的 里边磨上的大泥 外边磨成大泥 经过油田工人 和原建队伍的共同努力 大批的检疫房屋 很快新建起来 然而 这些房子实在过于简陋 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 严寒中 无法取暖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只是一些 冒死房子的东西 它们更像是动物的 检疫巢穴 地下铺了一些个卖滑子 就是那个卖滑盖 打下那个卖滑 那卖滑盖 滑的时候铺人抗袭 在顶上放下行李就睡 那没办法 取暖子有一个办法 该工地 烧两块这个红端 把它搞这个灰袋子一包 我切胸子一搂 这几个 那也没办法 那就是那个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令人难以置信地 逃跑开始了 所有征教前来 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 军事战士转业 或是各地油田的精兵强将 这些人 无论是专业素养 还是政治觉悟 都相当过关 在这些人中 发生逃跑事件 我们只能推论 当时的条件 或许是令人 难以想象的艰苦 为啥那么多 就是要逃跑的 一个莫非就是一个枯 雷一个就吃不上 逃跑了不少人 两我们队上 你说我们天 我们这个1205队 那个时候我算的 那时候我们都跑了四个 太冷了 东是人了 他这样子 他就说这个东是人了 由南方来地啊 到今儿啊 确实是 才开始是真是不习惯 生活不习惯 所以是这么个情况 有落差 这个思想上是有点相不同 这个地方太酷了 非常没个头 天天吃不饱 睡不着觉 都追这么小 困的房子 一个人追那么点 我们中心公司 一夜就跑了八百人 跑回家住 干什么呢 就拔几工不如一困葱 农村一困葱 卖的钱 向他拔几工 挣的一个月的工作 八十多块钱 九十块钱 工程师不一团老母猪 老母猪可以下很多宰啊 农村那个时候 他这个工程师挣的钱 不够个老母猪挣的钱多 就是他价值不一团老母猪 所以当时非常困难的 据我后来了解 大型会战出去 有着金木齐这种 艰难困苦环境和生活的考验 大型跑了一千五百多人 也不奇怪 也不奇怪 但后来这些人 有的又陆续陆续 又要求回来了 回来了又接受了一部分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 说明当时啊 条件确实艰苦 会战确实困难 所以大型石油会战 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坚持下来的 当年九十月份 全国粮食供应紧张 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也被降低 甚至要求五粮饱三餐 五粮饱三餐是指的啥呢 是指的年车少 就是五粮的早中晚三餐 有的去不跑肚子咋办呢 有的你买健油 健油它有点 我也和那个虾爷们一样呢 用杯子 刀上减油 去接杯水喝 来乘肚子 在极为寒冷的天气中 进行高强度的运动 一天三餐 却只能吃到五粮粮食 显然连吃饱都无法做到 有些人为了扛过饥饿 喝酱油水 另一些人 则被迫在餐证上 做点小手脚 比如说改产生 把这什么 今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改的 改到下旬的 就是二十一号 二十二十三二十五 弄了虎菜头 虎菜头把那个前面二字的 二十一二字 撑掉 撑掉以后吧 放在腿上 再一撑 它一样就什么 这个和那个原来一样发光 所以使人还看不出来 土改过的餐证 可以使用两次 即便如此 王振亚和工友 依然无法保护 一个月的餐证 通常在半个月里就吃光了 饥饿 腐种病 开始大幅度出现 一些家属和工人逃跑 油田为此 曾专门组织一个大队 挖野菜 捡苞米叶 同时发动大家开荒 种粮种菜 打出了向地要油 要防 要粮的口号 环境恶劣 而且也吃不饱饭 即便是遇到了如此大的困难 大会战依然在持续 许万民所在的1205专警队 在王济喜的带领下 开始打下第二口警 当警打到700多米时 意外的问题出现了 这口警察是 我们打到700多米 不让人家惊碰了 这一天 杨天元所在的班 正在警上搞辅助工作 早上8点 他突然听到警察发出 呼噔呼噔的怪声 紧接着 他又看到 正在警上的王济喜 火急火燎地招呼着队员 小伙 快点 我早就赶紧 把那个 外面那个 土 把你这样吃 都挖出来 土了嘛 黄土 没有注意什么 就拿那黄土 这样子 你这样的都 喷井了 这是所有钻警队 最不愿意面对的 特大险形 哎呀 就一喷这家伙 打火打火 都 心里都不是 不是自卫啊 由于钻警尚未完工 井底涌出的原油 泥浆网喷出井口 进而对井道 形成巨大的毁坏 极有可能将整个钻井 及井架设备等 吞噬掉 并且会为井上工人 造成人员伤亡 后果不堪设想 按道理来说 是那么大的压力 应该是有中井石 有东西 飞上以后 我们才能看到 不知道啊 第一口井没发现 井喷 第二口井上井喷 应对喷井的措施 通常适应土方等 填埋井口 杨天员等人 飞速将土方 水泥等搬到井口 全部倒下去 然而 由于水泥和土方 混在一起 在井口 结成了很厚的封闭层 这导致井内压力 不断上升 倘若无法及时释放井压 将形成进一步的破坏 情急之下 1205队将怎么办呢 就下去说 小宝 牵上去 牵上去 好吃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忙到下午五点收工 而到了晚上七点半 还要点名开会 总结当天的工作 强化学习 一开始还是有困难 这个完了 经过一段时间实验 发了一个队实验 实验完了 还是有可能完成的 这个时候呢 就该去除一个 审理要改造一下 在当时 王晋喜除了铁人的称号外 还有一个全有铁人都知道的外号 钻头迷 就是苦房 一推门里 它租了地上来 租了地上的脸超白 南面有个窗 手里面拿个钻头 拿个钻头研究啥呢 研究搞技术革新 叫五轮带刮到钻头 我进去吧 他好像还没理会 全神贯注 全神贯注 是王晋喜工作的常态 不论是在专警平台上 还是平日仔细琢磨钻头之时 文化程度不高的王晋喜 他当年的工作笔记 就很有特点 王晋喜真是不吃饭 不睡觉 一定就拿个馒头 又吃着吃着就睡着了 我就见过王晋喜 就坐在那个馆子上 手里拿着馒头睡个觉 也见过他 馒头掉到馆子旁边 人睡着了 身为钻井技术的带头人 王晋喜每天都和钻头打交道 深知钻井技术的高低 直接决定了钻井工作开展的是否顺利 当时王晋喜率125队 在一年之中 打下总净值达12万米的井 这一指标不仅超过了美国的王牌钻井机 也超过了苏联工勋钻井队 创下世界最高记录 然而1205队使用的 却是一套由罗马尼亚在40年代生产的武德钻机 如此辉煌的记录 又是如何创造的呢 那这一套东西叫后来叫优选参数钻井 后来出现在石油学院石油工程那个课本里边 才有这个词 但是铁人在60年代就用了 原来为了改善钻井技术 王晋喜跑遍了油田的每一个钻井队 苦心钻研钻井的各个工序 包括在什么样的地层 用什么样的钻头 钻具怎样进行组合 采用多少钻压和泥浆比重等等 进而将钻井效率最大化 这经过科技人员的再塞研究实验 这个钻头实验成功了 后来不搞这个塞机式的 开始就是拼机式的 塞个刀片这么写着就多 这个头上一直都钢 我钢块铺完以后是拼的 这使得1205队即便钻头装备落后 依然能创下世界纪录 在王晋喜的带领下 1205钻井队打了一个翻身 硬是从原来的豆腐队 变成了石油不授予的钢铁队 不只是1205钻井队 宁愿少活20年 也要拿下大庆油田 已经成为石油人的一种追求 所有的人都望我 舍我的投入到生产中 李志连后来担任过 大庆油田的党委书记 他当年会战时期的队长赵统传 在1961年元旦到车站街 自湖南来探亲的爱人 然而却在半天后 一个人独自回到幽田 这令李志连大火不结 当时队里还要打三口心情 全队上下日夜忙碌 赵队长为了不耽误会战 尽管夫妻已分别三年之久 但还是送他回湖南了 唯一的团聚 就是在车站和爱人吃了碗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开荒 吃饭已经不再是困扰 油田生产的问题了 在后勤部门工作的李金志 开始注意到食堂的新变化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油田的领导 已经注意到要改善食堂的生活 每个单位都弄一点 种保密 种黄毒 要是有个人吃饱吗 当吃饱很不行 得吃酱油 得吃豆腐 得喝酒 所以作坊就是这个 豆腐 还有豆油 作酒 还养猪 这个后勤 干部进食堂 书记下火房 这是于秋李提出的 要坚持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生火 同时发扬南尼湾精神 大面积开荒种地 战胜饥荒 从而熬过了1960年的漫长冬天 在江南中度过1960年的延冬后 大庆油田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于秋李亲自带头组织开荒 发展农副业生产 保证了大会战的顺利机型 至1961年 在经过大庆石油人 一年的艰苦奋斗之后 大庆油田开始有规模的生产石油 随后又建成了炼油厂的 一批配套工程 在当时整个国家年所需的 800万吨石油中 大庆提供了500万吨 和拿下了大庆油田会战的胜利相比 当年经历的风雪 更像是一种洗礼和荣耀 也只有这些为大庆油田奉献了血汗 青春甚至生命的石油人 他们才能够有如此万丈豪情 我理解它和这个大庆精神 从总体上来讲都是一致的 只不过一个是作为整体的 大庆精神 大庆红旗是整体的 铁人它是作为个人 但是铁人精神和大庆精神 它都是相类似的 你说中央概括的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铁人精神它是大庆精神的 典型化 人格化的体现 那么大庆精神这是铁人精神的 的发展 的群众化 1963年12月25号 邓小平向世界宣布 中国需要的石油 已经可以自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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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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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